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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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這部影片來和大家分享 動物森友會1.8.0更新內容的五大最新情報 重點介紹預告影片裡面沒有出現的隱藏內容唷 影片開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可以獲得搶先收看影片等等許多福利唷 首先是1.8.0版本更新內容的發佈日期 是2月25日 時隔禮拜四唷 這個版本更新的主要內容是和馬里歐的合作 以及3月份新增的季節活動主題商品 更新內容第一點 馬里歐的聯動合作內容 在2月17日的Nintendo Direct直面會上 公佈了時長為1分鐘的動物森友會 與馬里歐35週年的聯動預告片 與馬里歐的這次合作 新增了33件新商品 包括家具 服飾 壁紙 地板 地毯等等 這些商品將全部都可以通過 NOOP購物特別商品的選單來訂購 期間限定日期是從3月1日開始訂購 無論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都可以訂購 關於預告片中出現的小細節的詳細解讀 請觀看早些發佈的這部影片 針對大家可能最喜愛的水管家具 官方也提早給出了更詳細的解釋 在進入水管後 玩家會被傳送到島的其他地方 在傳送時 島上必須有2個或以上的水管 如果島嶼上放置了超過2個水管 那被傳送到的目的地將會隨機挑選 如果傳送的目的地附近沒有著陸空間 傳送將不能完成 所以大家到時候要記得留給水管附近足夠的空間喲 另外 水管竟然是可以放置在島民代表的室內的 那就意味著我們可以足不出戶的穿越啦 感覺這下子店員叔叔要徹底失業了呢 我個人想要在自己的家門口和機場 還有露營地的門口都各自擺放一個水管 這樣跑去坐飛機或者檢查露營地就太方便啦 再來補充一下上一部影片未能展示的 耀西彈地毯 球蓋姆地毯 超級瑪利歐 Beach 以及超級瑪利歐地板 另外 季節限定的商品也上新啦 1.8.0版本一共新增了3個季節活動 更新內容的第二點 新增女兒節的活動 3月3日 女兒節是日本的傳統節日 女兒節一共新增了兩件商品 分別是女兒節娃娃和紙燈籠 期間限定訂購的日期是從2月25日至3月3日 這屆女兒節娃娃的家劇也太漂亮了吧 那它最上牌也有兩個縮小版的紙燈籠 陶智節劇是裝飾人偶以祈求女孩子 健康成長和幸福的日子 相信經常有看日本影視或者動漫的大家 對於女兒節應該都不會陌生吧 在日本 每逢女兒節 有女兒的家庭 就會擺放身穿傳統服飾的人偶 裝點上鈴餅 白酒等食物來慶祝 更新內容第三點 新增圓州綠日 圓州綠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3.14 15926 有許多國家都有慶祝3月14日作為Pi Day 美國也有正式的將3月14日納為國家圓州綠日 Nook購物這次就新增了一件食物商品 就是圓州綠派 它的表面還有一個派的符號 期間限定購買的日期是3月1日至3月14日 通常在這一天的下午15時9分 正好對應上3.14 159 大家慶祝的經典方式就是吃派啦 那關於圓州綠派呢 裡面的餡料並不是固定的 可以是蘋果派 香蕉派 或者是鹹味的肉派也是可以的 第四點 新增三葉草日 三葉草日叫做St Patrick's Day 在每年的3月17日進行 它是愛爾蘭的傳統節日 Nook購物這次新增了三件綠色三葉草主題的商品 分別是人物手裡拿的三葉草汽水 牆上掛著的三葉草門牌 上面的文字代表著愛爾蘭語的歡迎 還有地板上的三葉草地毯 這三件商品的期間限購日期是3月10日-3月17日 並且每天還會有不同的款式 非常期待與圖片中還會出現什麼不同的款式呢 另外 圖片中出現的三葉草日主題服裝 也會在同時針斷3月10日-17日在裁縫屋售賣 包括玩家頭上的三葉草禮帽 身上的衣服 襪子 還有鞋子 第五點 版本更新的回禮 老規矩 每次版本的更新 任天堂都會寄信給玩家們一件物品作為回禮 這次1.8.0版本將贈送超級瑪麗歐牆 等等 這件壁紙不是在前面的瑪麗歐合作 特別商品就出現過了嗎? 官方給出的解釋是瑪麗歐的合作商品 要等到3月1日才可以開始訂購 而1.8.0版本更新的回禮 在2月25日就會寄到信箱裡了 那就可以讓我們提前幾天感受到瑪麗歐的氣氛 這個 嗯 感覺賠本了呢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關於下一次1.8.0版本更新 五大更新內容的整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和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